这个男人酒精上头 被干人时的女孩深深吸引 酒汗冯甘霖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从男人背上的Druck来看 战况非常惨烈 然而他做梦都没想到 一夜风流换来牢狱之灾 女人竟然死在了床上 而他却成为嫌疑最大的人 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某一天第二集 贤秀被拘留 心里无畏杂陈 女孩的名字叫菊花 她还是通过警察知道的 现在这句确凿 情况对她很不利 一般人都不愿管她 但深律师却向她伸出援手 首先是回答问题方面 不管警方问什么 一律回答不知道 找律师谈 然后强调自己是被迫认罪 警方暴力审讯 这样才能扭转局势 交代完后 深律师去了解案情 菊花被刺了13刀 案件负责人是 还剩三个月退休的朴组长 还剩三个月退休 说明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看来这个朴组长不好对付 深律师却吃了口饭 朴组长在守卫帽子男 帽子男看到贤秀和菊花在一起 是个关键证人 朴组长拿出一组照片 帽子男一下就认出了贤秀 深律师吃完饭后来找贤秀 他有狡气 所以一直在抠脚 对于贤秀目前的处境 他必须要说两点 第一 事实和司法正义 不用对这两种东西抱有希望 只用考虑被认定的事实 第二 从现在起 人们会将昨晚的事统称为那一晚 而贤秀要对那一晚的事绝口不提 朴组长正忙着拼走昨晚的故事 而他们要做的 也是编故事 不用在乎谁的故事真 谁的故事假 关键是法官会相信谁的故事 不让贤秀提那一晚的事 就是要先听听对方的故事 然后再做出反击 一般案子到了审判这一步 真相已经没那么重要 比的就是编故事的能力 朴组长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 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 都不容小觑 据深律师了解 朴组长有野兽之称 总是静静的等待机会 一旦对方露出破绽 就发起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所以贤秀要万分小心 一定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告别贤秀后 深律师立刻赶往法院 帮他的委托人打官司 与此同时 朴组长联系菊花的父亲 让他来警局确认菊花的身份 但他不是菊花的亲生父亲 顶多算个继父 而且没什么感情 菊花母亲因癌症去世 她和菊花就成了法律上的妇女关系 朴组长让她在警报书上签字 她无所谓 只是走个程序而已 深律师那边打了官司 赚了三十万 委托人是老客户 诈骗惯犯 经常被起诉 虽然他很愣意赚这笔钱 但还是要劝委托人善良一点 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坐牢 警局那边 贤秀的父母被请来 朴组长让贤秀跟他们见了一面 父母做梦都没想到 一叫起来 儿子竟成了杀人犯 他们问贤秀怎么回事 说不知 朴组长就在监听 正如深律师所言 他在等待机会 只要贤秀一松口 他就会像野兽一样 扑上去私药 与此同时 深律师开始给自己揽生意 有人在公交车上 偷拍女生群体 深律师先找上偷拍者 如果需要辩护的话 可以联系他 然后又找上被偷拍灯女生 说前面的大叔在拍他 如果需要诉讼 可以联系他 来到警局后 得知贤秀和父母在一起 他进来打了声招呼 然后看了眼摄像头 朴组长知道自己的计划 泡汤了 他给朴组长倒了杯咖啡 朴组长见他很不爽 总是妨碍别人 他觉得话不能这么说 朴组长在工作 他也在工作 谈不上谁妨碍谁 朴组长劝他 别掺和这件事 对贤秀不利的证据太多 没有反反的语地 可他却不这么认为 哪有仗还没打就认输的道理 总得周旋两下 挣扎一下 他再次来到拘留室 问贤秀为什么不遵守约定 都说了把嘴巴闭紧 为什么不听 贤秀有点委屈 父母来了 难道一句话也不说 殊不知 这都是朴组长的套路 万一他刚才说了 对自己不利的话 录像就会被朴组长 当作证据提交 而他要看那份录像 还得向法官申请 等开庭了 才能知道录像内容 贤秀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 说只是告诉父母 自己没杀人 申议师给他上了一课 从法官的角度来看 现场全是他的质问 身上也沾满血迹 就连凶器也是 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而他作为和死者 最后相处过的人 竟然说自己是我姑的 这话别说法官了 估计连小区里的大妈都不相信 所以现在要有危机意识 不要光想着自己是无辜的 而是要想着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无罪 对于朴组长而言 这件案子算是铁证如山 如果贤秀能主动认罪 那就更完美了 不过证据这么多 认不认罪都无所谓了 这件案子对他而言 算是收官之作 对署长而言 是很漂亮的业绩 只要能顺利解决此事 署长保证他退休后 能去一个好地方认职 他却见了下贤秀 还带了一个呼吸器 出租车已经送往过客搜 他打过招呼 会尽快还回去 毕竟贤秀爸还要工作 贤秀仅遵申律师的叮嘱 要么不说话 要么就说找律师谈 票组长气不打一处来 都怪申律师 昨天还是被他随意拿捏的家伙 今天就不好对付了 本来想拿个认罪数 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完美结束 现在没希望了 只能再纠缠几个回合 结果案子还没移交到检察院 就被媒体曝光 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舆论的加入 让案子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无论是嫖组长还是申律师 都不希望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但现在目以上周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事情迅速发酵 第二天就上了各大新闻 贤秀被送往法院 申律师提醒他 路上不要乱说话 警局门口全是记者 他上车后 还有个小混混跟他打话 贤秀妹妹正准备上学 嫖组长就带人上门 对贤秀家进行搜查 贤秀的车地里有把刀 这也是对贤秀不利的证据 在校大学生因为一场艳遇 卷入惊天大案之中 贤秀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人生竟然如此精彩 嫖组长向燕检提交证据 现场残留的指纹和血迹 嫌疑人身上带着的凶器 尿检结果显示有吸毒 案发后开着出租车逃离 正人一 住在附近的帽子那 晚上11点左右 目击到两人 正人二 老爷爷 目击到贤秀逃跑 也是最初报案人 贤秀目前除了杀人事实 其他的全部承认 手上的伤痕 一次是争斗时留下的 擦拭桌子 要故意销毁证据的嫌疑 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 票组长只有一个疑虑 贤秀是没有前科的大学生 但他有把握不会败诉 为什么 因为对手是申律师 燕检笑了 笑得很开心 开庭前 申律师告诉贤秀 这次是积压审查 不是判有罪无罪 所以不要那么紧张 就算最后发布积压状 贤秀太过担心 毕竟这只是个开始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贤秀太过紧张 拿出呼吸器吸了一口 一听是嫖组长给的 申律师有点意外 这不像是嫖组长的作风 积压审查正式开始 在申律师的提醒下 贤秀起身打招呼 给法官留个好印象 燕检率先发言 能证明贤秀有罪的证据 多达117个 否认罪行 拒捕 试图破坏案发现场 毁灭证据 作为重大案件嫌疑人 又是舆论所关注的案件 检方认为应将其于社会隔离 进行积压调查 贤秀突然有点紧张 法官问他是否杀害菊花 他很确定的说没有 只是跟菊花一起喝酒玩耍 睡醒之后 菊花已经死了 这意思是否认检方提出的嫌疑 接下来由申律师发言 虽然现在的情况对贤秀不利 但他相信通过进一步调查 能证明贤秀无罪 为了在下次开庭前 让贤秀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认为应该让贤秀维持自由之身 然后他把贤秀夸了一顿 模范大学生 吴前科 没人真诚 最后提醒法官 检方虽然对那些间接证据 和证人的证词深信不疑 但要知道一点 事实上没人亲眼目睹 整个作案过程 宴检也提醒法官 菊花被足足刺了13刀 这是非常恶劣的犯罪案件 积压审查结束 法官提醒申律师 案子备受舆论关注 申律师表示会尽力而为 其实目前舆论对贤秀很不利 受坏人是女性 贤秀搞一夜情就算了 还杀人 而且证据那么多 是个人都会同情句话 晚上7点 审查结果出来了 贤秀当场崩开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积压调查代表他要进监狱 他不敢想象自己 从监狱出来后的样子 连大学还没上完就进了监狱 哪怕最终被判无罪 也会是他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 本家他面前的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监狱里鱼龙混杂 他该如何生存下去 某一天第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贤秀的命运在一夜风流后发生转折 宪布管他有没有罪 从媒体曝光案件的那一刻 从他走进监狱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生活 家人也要跟着受累 爸爸的车被扣押 无法工作 命运在学校难免被指指舔舔 哪怕他无罪释放 这趟嫌疑之旅 监狱之旅 也会毁了他整个人生 甚至是他家人的人生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